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Ada 美韓舉行下半年聯合軍事演習 《粵之自由護盾》 在演習前的一天 兩軍高層密集互當 強調合作應付北韓核威脅 南韓總統尹錫悅 和韓美聯軍司令舉行晚會 美韓國防部舉行 資訊通訊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 南韓國防部長 接見了美國安全專家代表團 並訪問南韓美軍平擇基地 南韓聯合國防協商機制會議 也即將在首爾舉行 8月9日 南韓總統尹錫悅 在龍山總統府 和新任美國駐韓大使 菲利普·戈德堡 和韓美聯軍司令 保羅·卡拉梅拉 舉行了閉門晚餐會 南韓總統室官員表示 尹錫悅對戈德堡就任大使 表示歡迎 雙方評估了目前的朝鮮半島安全形勢 並就此交換意見 南韓國防部長李宗竊 聯合參謀本部議長金成謙 郭家安保室室長金星漢 當日陪同尹錫悅出席晚餐會 8月12日 南韓國防部 在首爾和美國國防部 舉行了第二次韓美資訊通訊技術 ICT合作委員會會議 據韓聯社報導 該會議目的是 加強韓美同盟關係 和國防ICT領域的合作 為首次實地舉行的會議 韓美國防部ICT領域的高級官員 在會議前半部分 雙方共享5G、雲端運算等 最新國防ICT領域動向 相已決定為在國防領域方面 融合資訊通訊技術 而加強合作 而在會議後半部分 兩軍主要高官 就網絡安全、互操作性等 國防ICT政策合作的重要性 達成共識 並重新繼續合作 雙方再次確認 確保同盟之間的互操作性 提升聯合戰鬥力 並同意建立各種指揮控制 和資料共享體制 願以保障實時戰鬥形勢 而繼續進行協商 南韓國防部8月12日表示 韓美聯合國防協商機制 第21次會議 將於8月16日至17日 在首爾舉行 雙方將重點探討北韓核對應方案 並且加強國防科技、軍工、 韓太網絡等國防領域合作 和韓美同盟的安全熱點問題 廣泛交換意見 今次的會議 目的是籌備定於秋季舉行的 韓美安保會議 由南韓國防部 國防政策室室長許泰根 美國國防部負責東亞事務的 副助理部長穆罕達斯 擔任雙方的首席代表 由兩個國防外交主要官員與會 雙方將重點探討 押制並應付北韓核威脅的政策合作方案 考慮到雙方正在討論提升美國的延伸威脅執行力 可能藉此進一步探討 延伸威脅戰略的磋商機制 開會時間和議題 以及在南韓部署美國戰略武器等方案 據觀察 雙方還將會探討地區合作 韓美日安全合作 位於慶祥北道星洲郡的駐韓美軍撒得基地 恢復正常運作等問題 有條件的戰事作戰指揮權移交工作 結底韓美聯合軍事演習進行的 戰權移交所需要的全面作戰能力評估 也將會在討論之列 韓聯社8月9日報導 據南韓軍方消息人士透露 韓美兩軍將會在8月16日起 進行為期四天的危機管理演習 為下半年聯合軍事演習 月資自由護盾造勢 危機管理演習 是假設朝鮮半島出現戰爭等危機跡象的情況 韓美熟練掌握以政治、外交手段 給予應付的步驟 危機管理演習結束後 兩軍將會在8月22日起 啟動月資自由護盾軍事演習 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 分別為期五日和四天 為了完善 並且驗證綜合防衛作戰計劃 兩軍將會假設機場受到恐怖襲擊 民間和軍用設施 被無人機襲擊 公眾聚集設施重建的情況等進行演習 野外實兵機動軍事演習 還將包括聯合作戰訓練 聯合直升機射擊訓練 聯合海上巡邏作戰等 今次的軍事演習將會由南韓軍方 四星軍銜的將軍 負責指揮未來聯軍司令部 評估移交作戰指揮權所需的全面作戰能力 據韓聯社報導 李鍾薛表示 南韓方面 將會加強韓美同盟關係 視作為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 並且正在全力以赴 鞏固在國防領域的韓美同盟關係 李鍾薛說 韓美國防部門 會保持緊密溝通 以確保下半年的軍事演習 月資自由護盾 和定於9月的 伸延威懾戰略初商機制 能夠取得圓滿成功 李鍾薛還感謝美國國會 為發展韓美同盟和聯防形勢 給予跨黨派的支持和關注 並且稱讚南韓方面 基於鞏固韓美同盟關係 維持強而有力的聯防形勢 確保有效應付北韓的一切挑釁 美國代表團表示 尹瑟月政府成立以來 韓美同盟變得更鞏固 代表團還高度評價韓美同盟 為朝鮮半島和印太地區和平穩定 所發揮的作用 並且承諾將在國會和民間層面 給予關注和支持 雙方相已決定 將攜手推動兩國同盟 提升至全球全面戰略同盟關係 8月8日 南韓國防部披露 防長李鍾薛就職以來 首次訪問 位於京畿道平澤市的駐韓美軍基地 李鍾薛評價韓美聯防 形勢堅不可趨 並祝福為即將進行的下半年聯合軍事演習 月資自由護盾做好萬全準備 他強調 今次軍事演習 和2019年以來政府領行進行的月資演習合併 各部門應該集中力量 熟練掌握危機管理 和聯合作戰的後勤步驟 從而推動戰區級軍事演習體系進一步升級 李鍾薛和韓美聯合司令部司令 兼駐韓美軍司令拉卡梅拉一致認為 野外十兵機動軍事演習 對加強韓美戰術梯隊之間的互操作性至關重要 並且緊密合作爭取今次軍事演習取得成果 近期 美韓軍方合作行動還包括 今年8月8日至12日 南韓、美國、日本等21個國家 在夏威夷潭香山舉行多國的聯合軍事演習 Fortengard 22 重點演習訓練跨部門決策 情報交換 地圖推演 實際攔截等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 PSI活動 美國由2014年起 開始在亞太地區進行PSI年度禮行演習 各國輪流擔任主辦過 8月8日至14日 南韓陸軍參謀總長 朴正煥訪問澳洲 出席國際參謀長會議 與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 查理斯·弗林 和太平洋海軍陸戰隊司令 史提芬·努德 澳洲陸軍參謀長 西蒙·斯圖爾特 日本陸上自衛隊莫遼長 吉田·龜秀 討論印太地區和朝鮮半島的安全問題 澳洲國際參謀長會議 是由印太地區參謀長級人士參加的協商機制 與澳洲國際軍工展覽會掛勾 每兩年舉行一次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本台專題報記者 東方號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生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